南加州华裔民选官员发挥爱心要回馈社区 再添了美食益桩 非盈利组织美国展望教育中心 在经营11年有成之后 现在宣布要扩大设立社区顾问委员会 未来要针对华人的San Gabriel地区 来推广应用行为分析疗法 以协助面临各种发展障碍的患者家庭 一个简单又深情的文心报报 也许是其中平常的事情 然而对发育障碍患者的家庭来说 不论是唐室症 自闭症 脑性麻痹或过动儿 平均都需要四年以上的治疗 因此如何透过各行业精英所组成的顾问委员会 来全面推广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今天主要的目的是让这个社区们能够更认识自闭症 对这个自闭症更有觉醒 也知道说怎么去来联系我们来找资源 来得到州政府跟联邦政府的资源 透过罗斯密市议员李志 喜悦都市议员陈金凯利等 总计五位社区领袖的协助 美国展望教育中心不仅能进一步加强 社区服务的合作计划 并且患者不论年龄 都可以透过盛盖国补地区的四家医护中心 获得社交 社区和就业辅导等 多样化的培训 为家长奋劳解忧 为了提高社会大众对各种发育障碍患者的正确认知 中心也准备在10月27日的下午2点 在COVIDA医护中心举办咨询日活动 除了欢迎有需要的民众 前往获得免费资源之外 中心也接受501C的联邦最高级别退税 欢迎友谊捐款的民众上网查询 东森新闻 叶红志英红文 洛杉矶报导 里面讯定论 叶红志英红文 洛杉矶报导 叶红志英红文 洛杉矶报导 中心与主席